近期,麦迪在自己的社交软件上,INF预测了下赛季联盟MVP的候选人。 他这样写道,虽然没有赢得MVP,但最近几年勒布朗一直在这一竞争行列中,带领一只已经在过去五个赛季,没能击身季后赛的胡人队,将会让他竞争下赛季MVP。 在他认为的五位公选人中,詹姆斯排第一,校赛季的胡人队有可能在詹姆斯的带领下,打入季后赛。 胡人队如果杀入季后赛,詹姆斯在评选MVP方面肯定会占优势,下赛季总部赛区的竞争会很激烈,这个赛区没有一只球队,敢称自己是绝对的老大。 凯尔克人队,蒙龙队,费城西六人队,步行者队,球路队,七台队等等球队,他们都有可能最终登顶东部赛区。 这些球队的单价球星,都有可能拿到下赛季的常规赛MVP。 西部赛区的勇士队可以说是一家独大,他们在西部赛区很难找到对手。 虽然,雷霆队和火箭队很强大,但他们不足以击败拥有五巨头的勇士队。 所以,小赛季西部赛区的冠军军,几乎是没有悬免的。 但是,小赛季的MVP很有可能不会再是哈登了。 詹姆斯加盟了胡人队,他很有可能带领着这支球队达到新的高度。 在胡人队,这是他才一次拿MVP的绝佳机会,相信他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。 毕竟在洛杉矶大都市里面,他还需要在胡人队证明自己。 在胡人队征服球迷,网友球迷们看到麦迪的预测后,也是在评论区纷纷留言,发表着自己的观点。 一位叫做不知道了的网友,如此回复道,这是几个赛季,每个赛季都可以选。 一位叫做马小四的篮球故事的网友这样回复道,老扎真的每年都有机会是MVP无脸。 一位叫做铁园鹰幕的网友,如此回复道,勇士五千王全军覆没,勇士队自从组建豪华球队后,他们的球员在争夺MVP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。 他们基本和MVP无缘了。 一位叫做宣瑞帝国的网友,如此回复道,每个赛季老山都可以称得上MVP,下赛季的湖人队可能在季后萨中不会有什么大作为,但下赛季湖人队的球员肯定会一场火爆,他们会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。 詹姆斯的加盟对于湖人队而言,不仅仅是实力上的提升,也是经济上巨大的收入。